我现在位于云南西双版纳 歹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市区南部的菩提大道 这里背靠雄郡青葱的南连山 紧帮蜿蜒流淌的蓝沧江支流流沙河 地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曼农峰 漫步在菩提大道 可以感受到当地市民慢节奏的日常生活 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市是一个歹族为主的民族聚居的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的特点 使得当地市民的生活节奏相对较慢 他们注重休闲和放松 喜欢在空闲时间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社交活动以及欣赏自然风光 此外景洪市的经济发展相对较慢 也导致了市民的生活节奏不会过于紧张 当地人每天早晨去公园健身 中午喝茶晒太阳 生活有滋有味 他们热情好客 去超市里买菜多送个水果是很正常的事 当然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尤其是每年春节和泼水节前后 大量的游客涌入板纳 使得景洪市民的生活节奏也在逐渐加快 菩提大道两侧店铺林立 主要有超市、茶叶店、餐馆、酒店、家居建材市场 还有很多新建住宅小区等 街边偶尔也能看到售卖水果蔬菜的摊位 这里的热带水果品种很多 物价也比较合理 景洪的餐饮主要以歹味和东北菜为主 当地居民的饮食文化非常独特 喜欢吃辣、酸、香、甜等口味的菜肴 而且往往是用手直接取食 菩提大道平直宽敞 街边绿荫覆盖 基本上都是高大繁茂的菩提树 建植热带地区的榕树、棕榈树、槟榔树 还有红花绽放的三角梅 整条街道红绿相见 月人耳目 菩提大道是2007年1月1日投资新建的一条景区道路 东起蒙乐文化旅游区 西岛曼庄歇村 全长4.3公里 宽40米 其中车行道24米 人行道两边各8米 绿化带两边各40米 种植有1600多株菩提树 道路也因此得名 这里是西双版纳州目前最长的景观大道 菩提大道沿线还建有州检察院 戴医院、民族中学等重要公共机构 以及曼贡、曼英、曼庄歇等村寨 随着社会的进步、交通的发达 现在人们出游已成常态 去的地方多了 难免会有比较 以前想要去热带城市过冬 海南市首选 但现在西双版纳景洪市这座热带小城 同样是很好的选择 这里的冬天像是北方的夏天 街道上到处是热带花草树木 抬头可见蓝天白云 空气质量和含养量 更是在我国南方城市中名列前茅 与海南相比 景洪市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 甚至日常遇到刮风的机会都很少 景洪市位于北回归县以南 唯独低 距离夏季风源地遥远 且北面有地势较高的云贵高原阻挡 导致夏季风难以吹到这里 同时景洪市四面环山 形成了独特的坝子地形 也影响了风的形成和传播 风少 空气中的灰尘就少 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 菩提大道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庄董西路 庄董是塔的专用名词 是蒙景洪告庄的九塔之一 庄是用金字做的塔尖的意思 董的意思是监视 庄董意味监视魔王行动的塔 该塔位于宣卫街曼乐寨子山顶上 帕昭佛祖朝着极座山方向监视魔王的行动 相传因塔建成后 每天敲锣打鼓胆佛 魔王听到锣鼓声就头棍眼瓜 不敢再作恶 传说在该塔内还有佛祖的头发舍利 西双版纳地区当地居民 喜欢穿轻便宽松通风的衣服 如带足的三角裤 色彩鲜艳的服饰也是他们的特点之一 另外 景洪市区的建筑很有民族特色 漫步在西双版纳的街头 会让人感觉和泰国的街景很像 西双版纳地处东南亚以北 主要是以歹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街道上到处是东南亚风情 西双版纳和泰国的很多景点也很像 比如泰国有曼谷火车夜市 西双版纳则有告装西双景的星光夜市 泰国曼谷有四方水上市场 西双版纳则有湄公河六国水上市场 泰国有著名景点大皇宫 西双版纳则有精美的总佛寺 泰国清迈有素贴山双龙寺 西双版纳则有大佛寺和双龙阶梯等 景洪是西双版纳的首府 位于云南省南端 对于国内大部分城市来说 这是一个偏远的角落 可一旦涉足于此 便会喜欢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景洪市地处北纬21度 位于热带北部边缘 气候是这里最大的优势 当地的气候条件同三亚很像 甚至比海口等海南北部的城市还要好 景洪长夏乌冬 年平均气温23.8摄氏度 是全国少有的温热地带 这里没有四季之分 只有干湿季之分 最冷的一月份和最热的五月份 日均最高气温只相差了8摄氏度 把景洪的冬天比喻北方城市的夏天 一点也不夸张 这里冬天最高温度可达28摄氏度 夜间最冷也有12至13摄氏度 当地人经常穿着长袖或长裙 景洪的冬天受到寒潮的影响较小 很少有极端天气发生 景洪的冬天是旱季 不刮风不下雨 每天都是晴阳高照 蓝天白云 阳光洒在身上十分舒服 很多北方人在冬天来到景洪游玩 都爱上了当地的天气 甚至临时决定在此过冬 环境质量是景洪的另一个优势 在国内甚至找不到比这里更绿的城市了 一年四季都是绿树如荫 街道上高大的热带树木 郊区广袤的群山峻岭 随处可见的植物公园 无论季节怎么轮转 绿色从不退场 景洪全境的森林覆盖率为85% 城市绿地覆盖率为49% 是真正的森林之城 这也是景洪空气质量好的原因 哪怕在最喧嚣的市中心 也是清新无比 整座城市都是很好的康养场所 在景洪过冬 游玩景区非常方便 蓝沧江穿城而过 沿着江边散步 便能看到美丽的风景 市中心也有很多景点 如民族风情园 热带花卉园 漫廷公园等 周边的景区离城区也不远 比如板纳原始森林公园 开车20分钟即到 也向古热带雨林景区 开车35分钟 在景洪过冬必寒 会让你感到整个冬天 都过得非常充实 这里的物价也不贵 房价目前在7000至8000元之间 没有限购政策 外地人买个小户型 就能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 想要过冬的话 还可以租一套房子 粮食一厅600至800元 基本是拎包入住 之后就可以享受 初下班的冬天生活了 以前到景洪市旅游 交通不方便 只有飞机 现在景洪市开通了高铁 大大缩短了通勤时间 从昆明到景洪市 只需三个多小时 十分便捷 如果离得西双版纳较远 飞机依旧是最便捷的方式 西双版纳机场 是云南最早通航的机场之一 现已开通45条国内航线 主要省会城市都有到这里的航班 比如西安直飞嘎撒机场只需两小时40分 不过美中不足之处 是很多航班都需要京停或中转才能到达 作为一座三线小城 景洪市规模较小 城市顺着蓝沧江而建 公共交通不发达 城出租车比较方便 城市主干道很少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 当地人习惯骑电动车出门 电动车充满电便可以跑遍全城 想象一下在高大的热带绿植之下骑着电动车 有一种置身于东南亚的错觉 景洪的夜景很美 建筑与街道灯火璀璨 各大佛寺金碧辉煌 有着星河般的梦幻 当地的夜市很多 卖着全国各地的饮食 烧烤摊尤其多 烧烤食材也增加了不少外来的品种 如果你对海景没有特别的兴趣 来西双版纳简直就是过冬必寒的首选 我现在继续行走在菩提大道的人形变道上 菩提大道两侧种的菩提树 是热带北原常见的荣鼠桥木 菩提树让人宁静淡然虔诚 被佛教人士看作是神圣之树 多数人只是从书本上知道菩提树这种树种 然而在西双版纳 无论是在版纳首府景洪的大街小巷 还是在偏远歹足村寨 张眼就可以见到这种根系发达 枝叶繁茂的菩提树 菩提树在我国云南以及南方严海一带多有栽培 而西双版纳歹足自治州更是非常普遍 被誉为神树 传说在两千多年前 佛祖石家谋尼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 不管是印度教佛教等 均把菩提树看作是神圣之树 政府甚至将菩提树进行国宝及保护 菩提一词是古印度语及梵文Bodhi的音译 译为觉悟智慧 用以指人如梦初行 豁然开朗 顿悟真理 达到超凡脱俗之境界 佛祖既然是于该树下成道 这种树即被称作菩提树 在印度 所有佛教寺庙均规定 最少栽种一株菩提树 随着佛教传入我国 菩提树在中国也有深远的影响 唐代初期 僧人神秀与其师兄慧能对话 写下诗句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服事 莫时惹尘埃 慧能看后回写了一首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俩师兄弟以物表意 借物论道之对话流传很广 亦让菩提树名气远扬 两千多年过去了 佛教当年承道的那株菩提树 历经自然与时代风雨 在其身上蕴含着神话般的色彩 在佛教界为通认的大彻大物象征 佛教一直视菩提树为圣树 在东南亚各国和印度 斯里兰卡各地的寺庙中都有种植 西双版纳 带族几乎全民信奉小城佛教 对菩提树十分敬重、虔诚 所有村寨和寺庙周围均种植了菩提树 菩提树属三棵落叶高大桥木 树干笔直、树贯巨大 破裂的地方能分泌出白色枝叶 单叶护生成滴水的叶状 花是饮头花絮 成对叶生 没有总梗 饮花果叶出双生 扁球形 种子细小向针尖 喜光、喜高温 肥沃疏松的酸性沙壤 菩提树树干粗壮雄伟 叶形树枝漂亮 为寺院、街道、公园很理想的景观树 它的叶子是深绿色、泛光泽 梅沾灰尘被看作圣树的象征 枝干腹内的白色枝叶 取出后可制成硬性树胶 菩提树与佛教渊源颇深 西双版纳请红是菩提树种植最集中的地方 就是万农峰庄坚路一带 这里是佛祖族迹所至的圣地 在庄坚路最显著的位置 曾经是古代歹王朝的皇家寺院 景飘佛寺 现在在这个佛寺原址上 恢复重建蒙勒大佛寺 成为西双版纳著名的4A级旅游景点 又成为蒙勒文化旅游区 西双版纳的歹族人是南传小城佛教的信徒 景飘佛寺是歹族历史上一位名叫泼龙的歹王 为纪念病故的王妃南沙为贬而修建的 在景飘佛寺遗址上修建的西双版纳蒙勒大佛寺 以佛祖施迦牟尼的生平及佛式活动为主体 巧妙融入景观及建筑群体中 充分展示南传佛教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色彩 站在蒙勒大佛寺最高处的万佛塔广场 俯瞰景洪式全貌 以你的热带风光尽收眼底 西双版纳是歹族人的故乡 歹族人从出生开始就深受佛教的教化 他们终身崇拜佛族 把佛教当成终身的寄托 所以西双版纳佛教文化蓬勃发展 遍地兴盛 西双版纳的佛教文化非常深厚 泉州大大小小的村镇都有寺庙 其中最宏伟最壮丽最辉煌的是大佛寺 为了弘扬西双版纳南传佛教 振兴具有歹族特色的南传佛教文化 为主题的旅游业 形成集中连片的佛教文化旅游度假区 西双版纳景洪市及把庄坚路西段 改名为菩提大道 东段还是保留着具有佛教色彩的庄坚路名称 以形成以歹族佛寺文化为基调的猛乐文化旅游区 景洪市把文化与旅游相结合 很多地方践行新发展理念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突破口 文化与旅游在各个阶层深度融合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文化与旅游正有佛教文化 12号 3号 13号 15号 3号